美国总统拜登8月10日表示 虽然阿富汗塔利班在该国节节推进 平民伤亡也在不断增加 但他对从阿富汗撤军的决定不后悔 拜登说 美国在过去20年里花费了超过1万亿美元 训练了30多万阿富汗军人 并为其配备了现代化武器 损失了数千名美国人员伤亡惨重 拜登保证美国将信守承诺 继续为阿富汗政府军提供食品、装备 以及空中支援 并向其支付军饷 当前佛罗里达州是美国疫情最严重的州之一 但州长罗恩·德桑蒂斯 则禁止州内学校出台措施 强制学生佩戴口罩 近日已有家长就此起诉州长德桑蒂斯 并指责其行为是无视儿童的健康安全 诉讼称 对于免疫力低下或是面临严重疾病风险的脆弱儿童来说 要求公共实体实施预防措施 以确保脆弱儿童的安全是合理的安排 而德桑蒂斯的行政命令无视了相关法律法规 据悉这是德桑蒂斯因禁止学校发布强制口罩令而面临的第二起诉讼 8月11日 美国参议院三名跨党派议员正式公开开放应用市场法案 旨在重塑这个由苹果谷歌占据统治地位的市场 相较于谷歌 强调封闭生态的苹果 料将受到更大冲击 立法的规范对象为在美国拥有5000万及以上用户的应用商店拥有者 该法案要求此类应用商店运营商不得以使用自家支付系统为分发应用的前提 同时不得限制开发者使用应用内支付系统 此外应用商店不得对应用开发商的服务条款和定价做出限制 或以此为借口对开发商进行处罚 同时要求应用商店运营方不得使用非公开商业信息作为与对手竞争的工具 加州卫生局指出 从8月11日开始 任何前往加州的医院拥有专业护理的老年照顾或中级护理机构的人 都必须出示完全接种疫苗的证明 或最近核酸检测呈阴性的报告 这项强制执行令最早于8月5日发布11日生效 该命令要求医疗保健机构的所有工作人员在9月30日之前完全接种疫苗 同时要求受影响的医疗保健机构 验证访客是否已经完全接种疫苗或核酸测试结果为阴性 且该测试必须是在访问前72小时内进行 官方指出医疗机构的所有访客都必须戴口罩 且建议戴外科口罩或双重口罩 医疗机构还必须保留访客的疫苗或测试验证记录 该命令对探望病危病人的访客提供豁免 也不适用于根本不需要进入建筑物只是在户外探访的人 此外 加州公共卫生部今天发布了一项新的公共卫生令 要求所有学校教职员工出示完全接种疫苗的证明 或每周至少进行隐私测试 新政策将于2021年8月12日生效 学校必须在2021年10月15日前完全遵守 通过CA K2-12学校测试计划 K2-12学校可获得强大的免费测试资源 洛杉矶市议会8月10日通过了一项动议 到2025年 在该市建造至少25,000套游民新住房的目标 该倡议寻求创建资源 包括但不限于永久性住房和Home Key项目 以及建设分散的场地住房 微型住宅和安全停车场等 议案也指示首席立法分析师和其他部门 就达到目标所需要的政策和房屋单位提出报告 路透社8月11日援引欧洲药管局消息称 欧洲药管局目前正在调查 辉瑞和莫德纳新冠疫苗可能引发的三项新的副作用 即多型红斑、肾小求肾炎和肾病综合症 欧洲药管局现已要求辉瑞和莫德纳公司提供更多数据 以便分析接种疫苗与上述病症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 不过,欧洲药管局尚未透露在接种相关疫苗后出现以上病症的具体病例数